哈喽大家好 我是BOSS 今天来讲一下这款蚂蚁叫做宽洁大头鱼 这种蚂蚁我见的 它们基本上什么都吃 包括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水里游的 哪怕是芹菜 它也吃 当然 我还发现它们也喜欢吃蚯蚁 我也搞不懂 很多蚂蚁 它们几乎是 不吃这个蚯蚁的 除了这个鸡饰 鸡饰它是 比较喜欢吃这个蚯蚁 其他的蚂蚁我不知道 几乎没见到过 很少看到有吃蚯蚁的蚂蚁 当然这只蚯蚁看起来也挺大的 大概有10厘米左右吧 当然也包括这个 这个叫什么 我这边叫西瓜虫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 这个也吃 包括西瓜虫的壳 它也吃 而且这种蚂蚁繁殖的速度也特别的快 并不是像我网上说的那种 它们属于单后制 据我观察 它们是可以多后制的 目前它们下的卵特别多 非常多 这是宽节大头一辈以后 我没看错的话 它应该是宽节大头 应该是 当然 今天买的将近有 一千两百只楼 有一千两百只楼椒楼檐楼的 monster 已经之后 已经是 identific了 你用摊 household 没有比较伤害 因为我们没有消息 它有两百只楼头 蚝一切 只是没有想到我刚刚晒的不到五分钟 然后就发现有蚂蚁开始偷偷地偷走我的蟑螂 与其这样的话 还不如直接喂给它们算了 也算是做一件好事吧 毕竟是我家里的蚂蚁 这种蚂蚁我饲养过很多次 但是没有一次成功的 抓了好几次 抓了差不多有三次 结果蕴蕴的三次 这一次呢 也算是比较成功吧 反正到现在还没有蕴蕴 没有蕴蕴 就算是比较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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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比较成功了 对比较成功了